苍山雪,尔海月,让大理成为许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 大理位于云南省的西北部,背靠苍山,面临尔海 苍山与尔海在这里交响辉映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理的景点分布 一条130公里的环线,串联起大理古城,苍山,重圣寺三塔 以及尔海环线的一众景点 游玩大理的最佳方式是自驾 我们可以在古城租赁车辆开启本次行程 首先我们来到大理古城 坐落于苍山脚下,是古代大理国和南兆国的都城 承载着大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 如果你是金庸迷一定对这里不陌生 漫步于古城街头 寻觅大理文艺慢生活,离开大理古城 我们前往苍山景区,去往苍山有步行和乘坐所到两种途径 选择步行登山需要一定的体力 可乘坐所到直达山顶 苍山风光秀美,主风积雪,巍峨壮观 是大理著名风花雪月四景之一 当你站在山顶时,才能领略一览重山的绝美风光 离开苍山我们继续前行 前往重圣寺三塔 是大理的标志和象征 是金庸笔下天龙八部里天龙寺的原形 历经千年,一历不倒 放眼望去,微微壮观 漫步于三塔之下 仿佛置身于武林之中 是来大理必打卡的景点之一 离开重圣寺三塔 我们调转方向 前往二海之盼的龙寒码头 旧时,龙寒码头是船只停靠渡口 如今是见证美好爱情的地方 无数情侣来到这里告白和婚纱拍摄 蓝天,白云,红山,海鸥在这里相应城去 所有美好的事都在这里发生 离开龙寒码头 我们前往不远处的财村码头 财村码头是二海观看日出 最美的地方之一 清晨时分 太阳从地平线缓缓升起 迎来二海的第一缕阳光 治愈系的朝霞铺满二海湖畔 惊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离开财村码头 我们继续前行 来到盘西村 曾经显为人知的小村子 因一段海边S型公路而走红 湖边的公路分布着很多S型弯道 成为二海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在这里骑骑自行车,吹吹海风 成群结队的海鸥如影随形 享受二海的极致浪漫 离开盘西村 我们继续前行 来到喜洲古镇 独特的白族民居 与千末纵横的凉田交相辉映 附近的稻田随着四季更迭 古镇充满田园木戈般的气息 漫步于大街小巷之中 体验喜洲渣染文化 一片片蓝白相间的布料 一针一线将岁月静好 缝入渣染之中 瞬间将你带入古朴的传统文化氛围之中 来到喜洲古镇 不要错过古镇后边的麦田 今秋时节 金黄色的麦浪在湛蓝天空的硬衬下 步入麦田中央 仿佛置身于宫崎骏笔下的童话世界 彻底忘掉城市的喧嚣 与久违的大自然在这里重逢相拥 享受惬意的曼妙时光 离开喜洲古镇 前往海蛇公园 公园是由陆地延伸至湖面的一个半岛 因其形状如舌头而得名 海蛇公园三面环水 无遮挡 开阔的视野将尔海一米风光尽收眼底 半岛上有一处标志性景点 夫妻树 两棵一大一小的榕树携手相伴 数百年来屹立于此 守护着喜洲一方水土 见证四海而来的爱情 离开海蛇公园 我们继续前行 来到尔海的北侧调转方向 沿尔海东侧继续前行 抵达双狼镇 青瓦白墙的民居与尔海完美融合 是尔海的绝佳观景点之一 静听尔海 远观苍山 看湖光山色 风卷云书 宇州灯火 每当夕阳西下时 双狼的落日余晖 带给你一场视觉盛宴般的最美日落 离开双狼镇 我们继续前行 抵达小普陀 是尔海的标志性景点之一 仅百余平方米的小岛 建有一观音格 距离岸边二十余米 可乘船登岛 岛上能将沧山尔海风光 尽收眼底 每到冬季 成千上万只海鸥不期而至 在这里追逐细水 成为尔海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离开小普陀 我们继续前行 小普陀至海东镇这一段环海公路 被称为尔海最美的环海公路 是经典的滨海公路风光 一侧是陡峭的山崖 一侧是触手可及的尔海 当你驾车驰骋在绝美的公路上 可以在这里拍出极致的公路大片 我们继续前行 抵达海东镇 这里有个网红打卡点叫理想邦 理想邦是建立在悬崖上的酒店群诺 以白色为主基调 外形酷似圣托里尼 于是被称为尔海畔的圣托里尼 无需远复希腊 就可以体验地中海般的建筑景观 离开理想邦 我们继续前行 调转方向后抵达兴盛大桥 西伯利亚远复而来的海欧 欧式风情的桥身 在湛蓝的天空下与尔海融为一体 每当夜幕降临 在霓虹灯的映衬下变得更加浪漫 漫步于大桥栈道上 仿佛跨越时空来到塞纳河畔 离开兴盛大桥 我们即将返程回到大理古城 结束此次的大理尔海环线之旅 大理的美景数不胜数 这只是冰山一角 大理的美等着你去发现 优优独特主席 怎样